臭小子 又買玩具嗎? 家裡沒位了 還買 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我是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頻道 再按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的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就開箱片 開的就是眼前這一個 這個就是Uldorama SD Generation 即是SD的超人卡 就這樣看封面已經夠腸眼 又紅又黃色彩繽紛Q版 眼前這個就是有斗篷版的初代 然後就是七星盒 Della 迪家 這邊就是Zero 牙策超人 以及超人之庫 這個呢 這裡還要寫著Made in Japan 哇 真是不得了 後面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特首隊的Logo 這裡就寫了這個盒裡面到底有什麼 這裡就寫著 總共有卡有48種 卡寶就有一本 然後卡寶就可以收納到48張卡 即是剛剛好可以收納全部 然後卡裡面也有分 普通版的卡有30種 然後這個應該是閃卡 有18種 事不宜遲 馬上開來看看 好了 我們就開出來看看 登登 嘩 嘩 它開出來就是這樣 這個應該是卡寶來的 對啦 卡寶來的 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 漂亮到這樣 先給大家看看 可以看到這裡有80 和尤里安 這裡就是Johnnyus 然後這裡就是佐菲 然後就是太郎 Ace 這邊就是Jack 即是香港叫阿香 尼奧 Z Z 7架 Rindom 這裡就是Glado 還有Poward 那些卡就放在這裡 嘩 正啊 讓我好好地安全 不要弄壞盒子 再拿些卡出來 那好了 現在就拿出來了 基本上這麼大的盒子 就是有兩疊卡 然後還有這個卡寶 卡寶 基本上就是剛才那個盒子封面的樣子 由剛才的超人 這裡這個字就閃閃亮的 然後後面就是這樣的樣子 哇 就是可愛版的Z 還有特空機 裡面的卡寶就是這樣的樣子 剛剛好就是這樣 正常卡寶的東西 這裡就是白樓 如無以外 應該不會刻意加一些新卡 這個就是這樣 然後卡就是這樣 嘩 不過呢 一拿出來已經有點彎了 可能因為閃卡的關係 它後面就是這樣的樣子 每一張卡後面都有一些介紹 這樣就逐個逐個開來看看 開了這個先 嘩 嘩 好了 先看看 第一張 嘩這張不得了 就是這個 嘩這張卡很閃 就是這個初代超人 有斗篷版 還有55周年的Logo 後面就是這樣的 嘩嘩嘩 嚇死我了 後面就是這樣 後面基本上就是簡單的介紹 例如超人的名字 然後就是簡單的知 例如幾多年來到地球 然後在地球活躍 然後回到光之角 就有超人兄弟的證明 之類blahblahblah 其實這種卡的質地 其實以前是復刻 有了差不多年紀的粉絲 以前小時候 其實馬高斯 我在扭卡機 都扭過類似這些卡 這次其實是復古 以前也有一個類似畫風的SD卡 這些卡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是勁在 以前小時候很流行 撕出來當作貼紙 不過現在回想起來 就覺得很浪費了 現在就絕對不可以這樣做 千萬不要這樣做 總之第一張就是可待超人 然後就是七星盒 七星盒後面就是這樣 同樣都是一些介紹的資料 不逐個詳細說 右下角都會寫明 Made in Japan 然後這張就是超人之褲 也是很光亮的 後面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牙刷超人 Ultraman Zeus 這裡寫著 Schwatch Ishokeme Ishoukeme就是解這個很努力的意思 這個Ishoukeme 另一個香港有間黃店叫做一身圓麵 就是吃日本拉麵的黃店 大家可以多多光顧 後面就是這樣 然後迪家這裡就轉了 就是25周年的Logo 後面就是這樣 嘩 蠻漂亮的 然後就是Dyna 那今年就很大機會 新世紀Dyna 就很可愛 我就是我 Ultraman Dyna 我就是我 我就是超人Dyna 這裡又是一些名台詞 後面就是這樣 有些資料介紹 然後就是近期一點 就是Z Z加特空機 後面就是這樣 然後這邊就是師傅 Jero-san 就是這樣 嘩 蠻好啊 Sevunga很優待 零零射射自己有一張卡 這些就是白卡 剛剛留意到一些東西 這裡不是有些類似攻擊力的數字 Sevunga真的是777 對於香港來說很不吉利的數字 現在對於香港來說 唉 好了 這裡就是超人 然後這個就是Joffy Joffy 這就是11號號碼 然後入卡補舊時會順便順便 後面就一樣 那就是7星合 還不錯呀 在是 psi 它是用這種史上的SD 好說 其實這種SD畫風除了以前有出過一些舊版的閃卡 其實有一隻Game Boy的遊戲 也是用這種畫風的SD超人去玩 那時候還沒有彩色 好像是黑白的Game Boy 我也有幸玩過 明顯就暴露了自己的年紀 這個就是Jack 然後就是Ace 然後就是泰狼 泰狼就厲害 有這個Ulduraman Dynamite 必殺的樣子 後面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Leo 然後最棒 以往的復刻超人 即是舊版 應該是去到超和 我想連Johnnyus也沒有 所以現在有Johnnyus也蠻棒 而且在網劇 這個超級銀河價代 相信都會有很大的活躍機會 後面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80老師 和尤里安王女 被人拿去禁錮 然後就是Glade 很帥 不過Glade的眼睛 好像有點奇怪 就算了 然後就是這樣 後面也有些介紹 然後就是Power Do 這邊這個手 還做出必殺技之前 好像念佛的動作 然後就是小太郎 和超人之鳳 和超人之鳳 這個就是Urudolama Monogatari 即是Urudolama Story 是超人物語電影裡的故事 後面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Leo 再加超人王 超人Leo手上有類似斗篷 就是他給他的 所以我都寫明 後面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Gomez 和Lidora 這個就是Urudolama Cube 裏面的東西 然後這個就好 這個就是Eleking 電王 打這個Mirac 這個Mikuras 這個就是重現七星合 那時候的場面 兩隻怪獸對戰的場面 好 快就開了第一包 然後第二包 我們看看 這裡就已經有這麼多超人 正 開來看看 看來之前那些是獨立角色 都介紹了 這邊就是一些場景卡 這裡就是超人五兄弟 這裡就是超人ACE 那時候的樣子 應該模仿 後面就是這樣的樣子 這張呢 這個圖案就近似舊版的樣子 就是一堆SD超人 初代超人 還有這樣的畫風 然後太郎這裡還有一滴眼淚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可能太閃亮亮 後面是積頓來的 就是這樣的樣子 這個呢 就是第一集 就是Ulodora, Manda, Bemula 就是兩個球體一起撞到地球的時候 一紅一藍 然後就是一隻怪獸一隻超人 來到地球的第一集 就是這樣 然後呢 我想它應該是第一集 然後這裡是巴露坦的第二集 不知道之後那張會不會是第三集呢 那這裡你就會看到吧 巴露坦星人 然後後面有一些分身的東西 噔噔 那這集就不是第三集了 那這個呢 相信大家有看最近拖裂架呢 就會記得這隻怪獸 青之惡魔和赤之惡魔 那就是Arborus和巴連蘭 那就是泡泡怪獸 那時候小小星人就是被困於泡泡裡面 然後就像個狠狗一樣困住了 然後就屈起一隻腳床 那後面就是這樣的 嘩 全部都是一些初代超人的場面 那這個呢就是地底怪獸 沒有記錯過名字 那這個就是戰機 然後就是VS這個叫Destone 那後面呢就是這樣的樣子 然後呢 哇這個都經典喔 這個就是那時候初代超人的時候 都算是叫做是不是第一次呢 總之就是一兩隻以上三隻怪獸的混戰在島上 那這個就是Letto Kingu ni Dai me 還有這個Dorakong和Gigas Gigas就慘珠珠一點的 Gigas就沒有跟超人打就走了老 那就是這樣吧 然後呢 這個很棒 這個就是上當年的怪獸王子 即是哥摩拉 哥摩拉首次出現的時候 是要用兩閘去打的 第一閘的時候呢 就好像初代超人現在這樣 被人打到紅燈又面腫又流眼淚 很棒 然後就這樣的 慘珠珠珠 好了 然後這個呢 就經典了 也是Urudolama vs Mephila Sejin 對付這個所謂的宇宙人的紳士 也是一個叫做 兩個都沒有打贏沒有打輸 沒有打輸的打和的走了 那就是Super 那後面是這樣的 然後呢 我終於不是初代了 那就是這個七星核大戰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這個Nars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這個叫做Toriga 裡面的Nars desego 裡面的戰艦 就是參考了這隻Nars 技術上面的參考了 他也是變成一條龍捲著七星核 後面是這樣的 然後呢 這個呢 就是 尾水 七星核打這個Panda 那就是頭一左一右的鳥 紅色的 後面是這樣的 然後這個呢 就是Jack的名場面 慘慘豬的Chun Teru 和Gudong 其實他們兩個的生態上 它就是它的食物 所以它就吃了它 那時候就是這樣 慘豬豬 後面就是這樣的 然後呢 這個很棒 這個就是超人Jack 阿香那時候 對付這兩隻怪獸 一隻會換來龍捲蜂 一隻會換來海嘯 兩大的天災襲擊日本 這個也挺特別的 哇 你看這裡 Jack在這裡被人轉了上去 後面就是這樣的 然後呢 這個也是經典 這個呢 就是這個叫做 Ultraman Jack vs Knuckle Seijun 和這個Black King 這個就是那時候 他就想暗殺他 然後就派他去打拆他 然後他就輸了 慘豬豬 然後去到Ace 終於 就是超獸 慘豬豬 超獸被人打到流眼淚 就是Ace 超獸 就是Pelong Gurong 就是這樣 然後呢 又是Ace 這個呢 就是Kamele King 有一隻很特別的超獸 然後就是這樣 然後呢 又輪到好經典 Ultraman Taro Vs Tai Lando Tai Lando 就是那時候 在宇宙上 逐個逐個星球 停下 然後就跟超人兄弟對戰 然後逐個逐個超人兄弟 輸 輸到最後他來到地球的時候 就被太郎打贏了 後面就是這樣的 然後呢 就是Leo Ultraman Neo vs Maguma Seijin Maguma Seijin 就是這個 毀滅了Leo故鄉的元兇 所以第一集的時候 他們也是打Maguma Seijin 也Maguma Seijin 要帶著兩隻雙子怪獸 去襲擊日本 後面就是這樣 然後呢 就是這個 光之閣的 保安叉到鼻的失事事件之一 就是Ultraman Neo Astora 就是阿斯多拉 然後就是Babalu Seijin 就是巴巴魯星人 他就是假扮了阿斯多拉 然後就潛入光之角 偷了這個鎖匙走 這個鎖匙很大威力 這個鎖匙就當武器用板 他一擊就可以打爆一個星球 所以就很威死勁 後面就是這樣的 然後就是Astin80先生 還有這隻叫做Noizura 的怪獸 後面就是這樣的 然後這個就是Ultraman Astin VS Saramandola 這隻雖然大家未看過超人80 但有看過梅比斯的話 都應該記得這隻怪獸 這隻怪獸 他就是這個好像叫做什麼 打極都不死 然後要打他的喉嚨位 才可以打死他 後面就是這樣 對 他就會再生 正如剛才所說 所以一定要打他的弱點 然後就是超人物語的時候 就是太郎打Gurand King 這隻就是Juda Juda做出來的合成怪獸 就跟超人太郎打 超人太郎就是跟其他超人希特 合體去打他 後面就是這樣 最後一張 最後一張 最後一張就是超人Ultraman Glade VS Gordes Gordes 我想大家最近都很熟 因為在超級銀河格鬥裡面 就是 啊啊啊啊 叫什麼 小金人 召喚了一堆東西出來 打 然後那時候 麥斯被捉住了 麥斯被捉住了的時候 就是被捉住了Gordes Cyborg Gordes的細胞 就是這隻東西的細胞 其實 後面就是這樣 好了 現在看完所有卡片之後 我就一次進入卡堡裡 看看是什麼樣子 好了 現在就塞了卡片進去 讓大家看看 首先揭開出來 基本上會看到 因為剛剛好可以進入48張 所以是有前有後的 所謂的有前有後 就是前面可以看到這裡 後面是可以看到所有解釋 這樣去排序 所以這樣都頗不錯 可以這樣一次看完 其實都頗正的 然後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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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還有最後這樣 好 最後就說一下感想 其實這種復刻的超人卡 對於我這些老鬼來說 基本上是100分滿分 我一看到它出的時候 我已經立刻火出它訂了 不過說了那麼久也好 都要說一些優點和缺點 缺點呢 我就覺得 既然有25周年Logo 有迪加有蒂娜 你就是不出街 和阿古路 既然都播到拖尼加 你做一張拖尼加 給我都好 之後 後面不是有那些 超人打怪獸的 雜數的卡 它的分配又有點奇怪 例如初代超人這樣 鬼死那麼多張 初代超人有1 2 3 4 之後 5張 6張 7張 7星盒有3張 Jack有3張 打後的Ace 太郎的慘珠 不是太郎連劇場版也有2張 太郎Ace 80這些全部都是2張 去到Gurlader又停了 Gurlader只有1張 明明前面 這裡有Parador 你生禁一些初代的 給我多張Parador 打怪獸的也好 然後 更加慘的就是左飛 左飛這裡單頭有 但是呢 這邊全部對決沒有 雖然我都明白 左飛每次出出來都是輸 你做個驗頭又好像有那樣 不是的 這裡也有左飛 但是就少了一點 缺點就是這樣 如果有Gaia就更加好 當然 集齊到平成三部曲 對 然後呢 可想而知 7Ga獨立出一張給他 看他多高人氣 唉 真是厲害 7Ga 在日本的人氣真是高 那好吧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給我一個讚 歡迎在下面留言討論 拜拜